有一个旅游者 他经过了一块绿洲 停下来给骆驼饮水 他看到满头大汗的有一个老人家 便上去打了两声招呼 你好啊大爷 这么热的天 你在这里挖什么呢 老人家说 哦小伙子啊 我在播种 你要在这里种什么呀老大爷 种椰枣树 椰枣旅游者非常懂 他惊讶的说 那部表情就像听到一个愚蠢人说话一样 老大爷啊 你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 我也不是太记得清楚 六十七十 可能八十我忘记了 但是这个不重要 大爷啊 你知道吗 耶稣 长成要五十年 长成之后才能结出果实 我希望你能长寿能活到一百二十岁 但到那时候你可能也很难收获今天劳动的果实 我劝你老大爷还是别干了吧 老大爷说 我吃的椰枣是前人种下的 播种的人也没有想过吃到自己种的椰枣 我今天播种是为了让后人能够吃到我种下的椰枣 虽然我也并不知道谁会吃到我种下的椰枣 但我想这份辛苦那是值得的 听完老人的一席话 旅游者说 感谢你老大爷 你给我上了一课 请收下我的学费 说着他把钱袋递给了老人 老人家说 谢谢你的钱啊 朋友 你看 事情啊 往往就是这样的 你认为我无法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 但我还没有播完总 我就收获了一袋钱和一个朋友的谢意 记住了 学佛做人都是这样 好好的学佛 前人栽树 后人成良 你们在家念经 又算你们没有马上得到回报 但是你们的孩子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学佛慈悲善良 已经在学校里考有好成绩 身体日益健康 这就是前人栽树 后人成良啊 学会为别人去想 你就是菩萨 学会感恩别人对你付出的一切 你就是慈悲啊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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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好的 好好的